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 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鎖頭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隨時爭的好啊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 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幾天澳洲媒體大吹風 又說中國開始對澳洲某個產業動手了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旅遊業了 試緣是什麼呢? 就是星期四的時候 澳洲中國工商委員會有個視頻會議 中國駐澳洲大肆成競業也參加了 他警告澳洲不要指望國際邊界重開之後 高利潤的中國遊客就會赴澳洲旅遊 令澳洲旅遊市場會復甦 他就叫魔術不用至於這樣 大家要知道 其實19之前 中國赴澳旅遊的市場 高達每年124億澳幣的 程先生說現在澳洲對華人社區 種族歧視正在增加 這令中國旅客回歸有擔心 也造成了障礙 我們借指中國人會想 這個國家是否更歡迎中國旅客 中國人擔心的就是中國人會不會 像以前那樣受歡迎 我們去的是否一個友好的國家 以及這個國家的環境是否有利於他們旅遊 這樣想吧 說回到2019年底 中國赴澳的旅客人數 是闖了一個新高的 就是144萬人士 而每年消費就是124億美元 就佔外國遊客總支出的27% 第二個國家就是來自澳洲大哥 美國只有39億 英國就是澳洲的父親 34億 澳洲的兄弟新西蘭 26億 程先生發表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澳洲葡萄酒管理局也發表了數據 大家要知道 澳洲紅酒曾經對華出口的額度 達每年10億澳幣 但是去年11月北京徵收關稅 幾乎全軍服沒 其實澳洲的業者已經對出口到中國市場 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為什麼呢 主要是澳洲國內的政客 太多廢話的人 就好像 是啊 沒錯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過的位置 就是叫做 Pasulo Mike Pasulo 其實這個 就是 內政部的次長 哈哈 那他在說什麼呢 我們再重複一下他在說什麼 這個人真是說得很大口氣的 他說 我已經聽到台海的戰鼓聲 吵起了 澳洲 必要時會派遣我們的戰士去戰鬥 衝啊 當然了 趙立堅先生就 肥他 就說 澳洲個別政客 熱衝發表煽動對立和渲染戰爭威脅的言論 尤其是這位 Pasulo 他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之前其實 澳洲也是對中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好像 毫無道理之下 國家安全的原則之下 澳洲就要禁止華威 向澳洲五珠網絡提供設備的 這些事宜我們全部都禁止它 而且對於一些中國企業 在澳洲的投資就有歧視性的政策 明明別人審一年 中國企業要審兩年 還有一件事 就是新鮮滾液 毫無道理撕毀了維多利亞州 和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 避忘錄協議 諒解避忘錄協議 程先生就說 這些行為其實都是惡化了 兩個國家的關係氣氛 損害了雙方的關係基礎 所以導致現在中澳關係不佳 其實他現在這樣說 澳洲究竟種族歧視有沒有增加呢? 如果聽我們以前的節目 大家知道是一定有的 有留學生在街上 在剛剛超市出來 就在街上被人一脫窩 眼鏡都碎了 對呀 其實還有一件事 新鮮滾液辣的 有人就說程先生是聽到這件事情 才說這番對話 即是說澳洲種族歧視加深的 我們說一說 其實在華人圈子都炒得很熱 就是一位留學生 因為是男士 其實他本來也不想提起這件事 但是因為現在 全世界都有Asian hate 以及之前在Burwood 有一位華人被人打實 我們都說過這件事 所以他打算把這件事說出來 這位留學生 就化名叫A仔 其實他就說 在一月底的時候 有個朋友很辛苦 終於買到機票準備回國 另一個朋友 就在家裡打算開一個 叫做寬送派對 然後留學生A仔 他就在City 剛剛跟女朋友購物 買了一件三千多元的衣服 之後他就拿著袋子 去了World Square 這個應該是說來的 World Square 世界的廣場 他的朋友是住在那裡的 他就在樓下準備進行升降機的時候 前面有個白人男子 就說了一個很典型的粗口 Met off 你知道我講什麼很慘 當然知道 Met off 其實是說了不下五次 之後那個人還發瘋 就用力推他的朋友出電梯口 然後小A在當時條件反射 當然是馬上推過去 還有小A就說 那個男人之後就舉起拳頭 就打他的臉 之後就欺負他的頸 當然小A也有還手 最後就被同行的朋友分開了 被拉開的時候 那個人是一個剛頭的白人男士 一直挑釁 就發現了他的袋有三千多元的衣服 就裝在他的袋裡 他準備去折 結果那個人還大力踩他的衣服 還有他的袋子也有三千多元 之後小A就生氣到發瘋 生氣到好像發瘋一樣 也還了手 這件事是不對的 應該是先報警的 但是呢 這件事我不說 但是之後有件事 就令到小A很心寒 令到小A很心寒 就是之後 小A就報警 一般情況之下 兩個都動手 警察就兩個都 都是先踏了 不管是誰動手 結果警察來了 就問了一下 當然是一個白人警察 就問了一下江頭的先生 就是首先罵別人的那個 哎呀 後來他居然 居然警察 讓他們聽到 警察說 哎呀 這兩個人 這兩個中國人 很disgusting 這是引述他的 哦 原來他有了判斷 我們就這樣聽上去 不一定是事實的 全部不敢他這樣說 我們這樣說 他就說 哎呀 很disgusting 但是你還沒看整個監控錄像 是吧 當然 這個小A說的事是不是 事實的全部我們也不知道 我只是複述出來 是吧 那 警察之後就去了保安室 看了監控錄像 就覺得小A不應該打人 然後就拉了他回去 然後就要他和他朋友 一人開一張罰單 那之後小A就 就問警察 你有沒有看到監控錄像 是他先攻擊我們 那就和他理論吧 聽到這句話之後 警察居然大聲地罵他 不要跟我狡辯 如果你再敢跟我鬥嘴 我就安多你一條罪名 就是聚眾鬥勾 你是不是想這樣 如果這樣聽上去 好像警察 不應該說這些話 是吧 我們聽上去 但是這個是他描述 大家盲友可以自己判斷 或者以後有什麼後續 我們也會跟進 之後小A和他的朋友 就被警察托回去 到了警局之後 挑釁者 這位一米九的光頭先生 居然 哭 很可憐 很可憐 這樣說 哭哭 對著警察 叫你搞我 他們搞我 這樣說 之後小A和他的朋友 就被關在一個 大概60cm長 一米五闊的籠子裡面 裡面也有一張 不鏽鋼的椅 一人坐一張 這樣就說了 後來知道了 這位挑釁者 是來自荷蘭的 叫Robert Musk 之後他持續 在警察面前哭了三個小時 大男人 厲害 打人 之後 大家都說 大家連警察都覺得 很煩 看他的神情 好像很煩 不要哭了 這麼大一個人 之後警察就讓 Robert才回家 大約 深夜12點半 白人警察的 頭就來了 就問 你要不要接受 我的盤問 整個盤問過程 整個盤問過程 小A就覺得 警察 一直有道向性 就是道向他們 先動手 這個盤問之後 警察就說 要起訴他們最重鬥 並且 要他們上庭前 不可以離開 撐開兩公里範圍之內 那麼 他們看一看 表達 就是跟他們下了口供 他們就覺得 後來有 我講法 等等 他們就說 為什麼說一些 好像 顛倒是非黑白 這個是我引述的 之後 Robert成為了受害者 Robert出手 居然輕描淡寫 我們 就被人家無限放大 用一些很嚴厲的詞 他覺得很不公平 之後小A就知道 原來這個Robert很厲害 原來是澳洲某大銀行的 總經理 不過後來 他們發現了Robert 在晚上之後 就把自己社交媒體的東西 全部拆掉 之後小A就找了律師 上庭之後 律師就把小A 不可以離開 撐苛兩公里範圍的條件 刪掉了 即是幫他打脫了這個 不應該說打脫了 即是把這個 叫做限制 幫他拔除了 小A近日繼續出庭 大家判斷一下 這個也只是小A的概述 大家就聽聽她有沒有受歧視 根據他律師的表述 其實如果這個劉鶴先生 應該說這個劉鶴先生 不應該頂撞警察 如果警察 給他開 即是 如果警察 給他開這個 罰單的時候 就應該 拿著這個罰單上去 再去 辯駁會好些 這就是律師說的 還有建議 不應該跟警察 當場反駁 等他們開了 ticket 之後 就讓他們開 拿著 ticket 上去打官司 這樣會好些 這就是律師的說法 大家 有人就說 阿成敬業 聽了這件事之後 有學生這樣說 聽了這件事之後 就覺得 澳洲的歧視加深 所以 就說 不要叫澳洲人 指望 中國人會很快回來 之後 會有高利潤的中國人 在這裡花錢 大家判斷一下 其實 就算這件事我們撇開不說 之前我們都說過 很多澳洲的種族歧視事件 其實 成敬業先生說的 我覺得 都算是反映客觀事實 澳洲歧視也在增加 不單止澳洲 美國也都是 全世界也是 其實 所以遊客是不會這麼快回來的 要等整個事情 記得整個世界平復了 歧視沒有以前那麼多 這樣才會慢慢回歸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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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